慢慢请各位就注意一下 就是有些细节 也许你程式语法还不是那么熟练的话 那你其实就是你再花一点时间 那也许没办法马上听懂 你至少要把逻辑掌握住 像刚刚我们这一题 主要是希望产生的就是我输入的半径 所以刚刚这一题的基本上 我们第一个 这个是周长 这个是面积 另外的话我们需要在前面加一个R R等于什么这个R变数自己取的 所以请他输入小瓜糊 那理论上应该在里面 放什么请输入半径 但是因为考试特别说 考试不用加这些讯息 我觉得这个考试这样会让同学confused 因为刚刚同学就会一直比较容易问说 老师为什么这个里面不用加 之前我们不是有加 那没办法 因为之前我们是比较应用 自己一般应用的方式 但是考试的时候 他只是希望跳一个东西 那变得很麻烦 很多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 搞不清楚 所以特别重要 这边底下如果10人 你就把刚刚的10改成R就可以了 那么二拍R周长 那这边一样把它改成R 那他其实希望你输出什么呢 输出那个最后的结果 包含什么呢 包含其实就是三个 主要他题目 其实考试的时候 他只会给你这个题目 就这个题目 他会跟你讲说 请你做这些事情 那考试的时候会给你这个档 有没有 叫PYD104这个档 可是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 没有这个档 所以你要自己新这个module 然后最后把它另存 考试的时候这样 那主要的题目需求 另外的话呢 他要我们input 这个刚刚做过了 然后match.pi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输出了 最后就是把printer 这个东西 加一个什么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呢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一行 再复制一个 一样取到小数点 把这个R放进来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那如果我输入一个是10 他变成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会变什么 如果我输入一个10 那变成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10.00 OK 他会这样 也就是说他反正 你要取到小数点 即便没有 他会自己帮你加一个空的00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前面呢 因为要显示什么 显示他的半性等于什么 所以记得 你将来这个要自己填上去 那因为我 偷懒一下 其实理论上自己要 自己要打上去的 打什么 打这个 那我偷懒把这边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 贴上半径等于 OK 另外的话 有一点特别注意 这前后都有空白 因为我之前 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想说这个没有空白 结果存档上传 平分 发现是 零分 为什么 因为没有空白 就空白而已 真的我卡很久 后来 原来这个考试 最麻烦就是 你要特别注意 有空白的问题 OK 如果你这个问题都注意到了 基本上呢 再把这些 放在哪里 放在这前面 这个周长等于什么 然后面积等于什么 OK 然后把R放进来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把周长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然后前面加一个字串 OK 程式 写完了 也就是其实跟早上 用的其实没有差太多 这边可以把它放到最大 这样 缩小就缩回来 这边可以放大 OK 那我们来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看不不OK 如果Run这个 得到下面结果 那表示你这一集是对的 执行 Save一下 OK 其实它好像会自动Save Run一下 那如果底下没出来的话 它应该是在Run 这个 show这个view 磕磕把它Run起来 OK 在这边 那我输入10 对吧 输入这个 得到下面这个 那表示你OK了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 Value就是值错误 哪一行的不知道 点一下 这边也哪里有错 请问哪里有错 特别错 Input 进来的话 输入10 它是10 的字串 OK 所以我漏一个地方 对 OK 所以有时候 写程式的时候 一定要专心 不能一边写程式 一边讲话 可是我没办法 因为一边写程式 一边要讲 一边要讲 然后就会漏掉 不过没有关系 错是很习惯的 相伟常写错 没关系 看一下 错改就好了 就这样的 OK 所以看懂底下的错误 并且修改 也是必要的 OK 那我们Run一下 理论上 输入一下 它一定会Save 要不要Save 要OK 然后呢 它会Run出来 奇怪 怎么那个东西都不出来 把它磕死 好 然后 再来就输入10 Enter 看结果不OK 跟这边比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表示是没有错的 这边有空格 有空格 有 有 这个也有 这个也有 好 恭喜你 你这个拿10分 如果Run第一个不OK 你可以Run下一个 下一个是 再执行一次 2.5 如果2.5 这个Enter Run出来呢 然后也跟他要的结果一模一样的话 这个跟这个 也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应该没错啦 这边都有空格 空格 这个都空 然后 这个数字对不对 数字也对 那表示 这样子得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来把104 试着完成 OK 那程式更短 只有5行 他这个考 9题 然后给你100分钟 也就是一题的话 至少会给你10分钟 10分钟写一题 我想应该很充裕吧 像这个才写5行而已 程式多吗 应该不多吧 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都之前有没有讲过的 所以请各位尽可能的 可以把程式 从头打一遍 比如也许你拿我的贴也没关系 但是贴完记得把它全部删掉 重来一遍 如果你重新再做一遍OK的话 那恭喜你 你如果参加这个考试 应该是蛮顺利的 OK 这个大概请各位 主要考试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训练各位的熟练度 OK 姑且不论说 到底你能不能懂得变化 因为他这个考试 当然主要是 就是考你固定的这些题目 当然如果以后你要变化 恐怕自己要花时间 去思考怎么用在别的地方上面